中医养生强调春夏养养,夏季在五行中对应心,因此夏季养生中的养心,年夏往往是心血管疾病高发期,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熟喝在高温季节养护心脏油雷中药,最养心的夏季作息时间表,早起晨练养养养养心,晨练促进养气生发,但切记不要起床后立刻锻炼,建议适量你用一杯白开水, 在进行短时的陈列,运动不要太剧烈,一五是养心,一小睡,五时是指十一时时三时,这个时候心经当令,是养心的关键时刻,最好的做法是小睡片刻,中医认为,因为五脏六腹之主宰,五睡不但有利于补足睡眠,而且能够改善灌脉血供,增强体力,消除疲劳,有资料写实, 五睡还可大大减少关心病,心脚痛及心肌根磁的发病机会,即使睡不着,病目养神对身心,也是很有好处的, 凉下午喝杯养心茶,夏季炎热,预心血管病关系密切,的加元素,以及其他人体微量元素,易随汗液流失,夏季常喝茶既可消暑又能不假,除了茶叶水,还可调配一些简单的中药茶,清热解暑间养心安神, 例如,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,能够养心抑制,清新火,解暑热,用西洋参六片,麦冬十粒,开水浸泡大茶饮,身和鼠应所致的身体虚弱乏壁,头晕,口渴,汗多折,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,口腔溃疡,可用莲子六克,枝子六克,酸枣仁六克,开水浸泡大茶饮,有清新处饭安神致孝, 三半晚放松立身心,夏季心神已少,养心已静,夏季傍晚可以做一些生长性,放松性的运动,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,可以促进夜间睡眠,运动方式推荐缓慢的散步,做扩胸运动,双手伸过头,频率为每分钟10到15次即可,舒展肢体的运动能够促进周身血液循环,从而减轻心脏负荷, 四夜间养心要泡脚,夏季湿气较重,湿邪醉意清洗人体的脾脏,湿邪困皮,久之一伤心婴,夜间泡脚配合按摩永全学,有助局驱逐属失,预防热伤风,让人精神振奋,增进食欲,促进睡眠,按摩永全学可以激发肾经, 自养心神,永全学位于脚底中心前三分之一,与后三分之二交界凹陷处,先将双手掌错热,以右掌按摩左脚永全,左掌按摩右脚永全,五款时疗方,有助向运养心,一摊连泡水饮,做法,西洋身三克,莲子连心十克,麦动无克,打成本,冲开水以用,作用,一气护心,降火, 二入下三叶饮,做法,荷叶,竹叶,竹叶心煮开水服用,在包水前,先将所有食材浸泡二十分钟,作用,荷叶能调油腻,竹叶,竹叶心能够清热,清新,防暑,降火,吃饭止渴,三小鼠健平,做法,有适量云浮,以你,三样,冬瓜冬瓜,要连皮带瓜人包水饮用,作用,清热,健皮, 化湿,四五豆杂凉饮,做法,将适量红豆,炙小豆,绿豆,扁豆,黄豆,玉南瓜包水饮用,作用,消暑清热,无苦瓜包水或苦丁茶,做法,将苦瓜包水饮用,或用苦丁泡茶喝,作用,夏季吃苦门养心,苦抗菌消炎,解热去暑,还能经为火防便秘,不过对于温含,脾胃虚寒, 胃反酸,胃不溃疮的人来说苦瓜茶和苦丁茶要少服或者不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